本土确诊数逐日下降 1号新增35699人 121人死亡 截至6月底 今年累计373多万例染疫 死亡率达万分之15.8 指挥中心公布防疫成绩单 大大售出 根据经济学人统计 台湾超额死亡负2000人 世界排名第二低 仅次于纽西兰 跳楼式的共存 没有刹车的共存 它在6月 已经让我们的死亡 由负转正了 前纪管局副局长施文宜也认为 不太相信这负数的超额死亡 可能算法还不够精确 更强调防疫排名 对于国内的民众来说 其实不重要 他们担心的是身边的家人 是否染疫或是死亡 另外工卫学者陈秀希也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经过Omicron还能负超额 再加上对于疫情的处理方式不同 不能直接在国际间相比 不是现在什么事都不干 就是拿这个经济学人 这个不完全精确的数字 来为自己擦脂抹粉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感染科权威 黄利明也指出重点 这波疫情还没有结束 政府不用现在急着拿出成绩单 对于疫情来说 没有帮助 一是江冠宇 更拿出各国超额死亡 统计数字 台湾从今年4月 就已经直线飙升 到5月底 早已超越其他国家 应该要等到我们台湾 整体的疫情都结束了 这时候跟别的国家 来比较超额死亡 其实都并不客观 专家呼吁目前政府当务之急 应该是要设法降低死亡率 尤其是减少年长者重症死亡 同时做好毕业点4毕业点5 一旦入侵社区的因应准备 而非急着公布防疫成绩单 对于防疫没有实质帮助 记者杨氏去翁家宇台北采访报道 旺旺水神它是微酸性电子次律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所以这个非常慈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物化器 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